歡迎收看這個是Lindon Channel 很開心能夠再拍一些影片跟你們分享 最近呢我把我的阿杜 Ducati的Scrumburg 換成了一部哈雷的48 其實換回來之後其實還蠻忙的 沒有什麼時間騎車 那現在呢要去寄點東西 然後順便去加加油 然後繞繞這樣子 那我們就出發吧 Ducat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这就是这次的这个令动圈 其实这个只是单纯想要测试一下 我买了一个新的器材可以夹在我的背包上 然后可以拍一些第一年称的视角 然后就可以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 就可以边骑车边拍一些东西 那未来的令动圈才有更多更多丰富的画面可以跟你们分享 哈雷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个车款 只是当时觉得说大家都在骑这个车子 然后我就先买了凯旋 可是我觉得现在同时拥有的状态之下 其实骑凯旋跟骑哈雷是英国车跟美国车的一种气氛嘛 这种氛围其实有点像是在《玩命关筒》里面这个电影里面 冯蒂索跟杰森斯塔森开的是美式跟英国车的那种调性不一样 会有一个冲突感 可是当我自己在骑这两部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如果你是骑哈雷的话 你可能在穿着上会有比较接近那个风格 那如果是骑凯旋的话呢 风格就会穿着上打扮上就会比较接近英式的风格 然后整体骑车的一种态度跟感受都不太一样 我觉得这是同时你同时拥有不同国家的车款的时候的一个不同的心情 我觉得这是蛮酷的 接下来10月12号呢 PERSIST这边有办了一个新的活动 这个活动呢就是PERSIST的Biker Meet 算是延续了PERSIST RIDE这个活动 欢迎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周边的部分也欢迎你们多加支持 因为办活动呢 这是一个免费路上的活动 那但是办活动需要很大的经费 那其实呢 大家如果透过周边来支持我们的话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不过没关系 活动一定会办 然后一定欢迎你们一起来参加 就是这样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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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